All right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焉焉不带记 我是小叶 大家好 本集录音时间是5月7号早上8点半 那预计播出时间是5月8号的上午 那我在5月5号早上 看了一场社区的少棒比赛 是由我们的斯文大叔 就比较熟的番薯粉听众们应该都知道 他是我师父的儿子的比赛 那我觉得U8真的很有趣 他有蛮多规则去设计 就是要让小朋友们 6岁到8岁这个区间的小朋友们 去学习团队合作 然后默契配合 跟让他们喜欢上棒球这个运动 所以他们进行起来是非常猝疑的 那我还看到了小斯文打了一分追评答案打 就蛮亢奋的啦 那比赛的详情 还有小斯文的状况就让师父留在这一周的 都让你讲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想要讲一下 U8他有一个规则我觉得很酷 他是由同队教练抛球 让你打击 所以他是没有投打对决的 然后也没有试坏 那还有一个特殊规则是只要越过了外野 就是场地二雷打 那也 我觉得这样子打起来他的分数都会很可观 但是小朋友们就可以完全的享受在比赛里面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很可爱很可爱 那一个六岁到八岁的小朋友小小只的嘛 然后他们打击完 假装是安打上蕾了 球棒往后丢 那就可以听到直播的时候 队友还有教练都在提醒说 哎球棒 球棒 球棒 就好像这是一个礼节这样子 就 不只是小斯文啦 我看到这些小朋友这样子享受 在大太阳底下享受的比赛 那当然家长也是很辛苦 就是希望各县市有资源的都可以一起弄类似像 那个这种社区棒球的联赛联盟 那这边请大家可以上那个FB搜寻就是棒 稍微看一下比赛资讯 那YouTube会有比赛的转播 直播 这 呃 到早上没有比赛的时候看一个 整个心情会很好 因为除了竞技胜负之外 更看到的是小朋友的活力 跟他们单纯纯粹喜欢棒球的那颗心 那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哦 大叔野球543与543周会坦的赞助方案 最新的 在5月1号正式在折折上面上架了 那有54 154 254 这三个方案 那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那我们于永峰Sport卡联名 要下载汗水不白流APP 就是会回馈基层运动跟回馈给大叔们 然后543周会坦的YT正式上线了 那之后会持续做一些生活化 然后抢先听 或者是尝试直播 那请麻烦大家订阅 最终开启小铃铛 然后把有趣的内容 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吧 那讲几则新闻 首先是5月4号的新闻 5月3号的新闻 我们从经过交易 还有扩篇选秀交换来的 统一师的投手 施子谦 回为了1328天 拿到了他的胜头 那那一场比赛也是我们上一周 唯一的一场胜利啦 那他上次拿胜头是在2020年9月13队 忠信兄弟拿下的 恭喜施子谦了 那上周五的比赛啊 我们的那个二类手郭勇为 在比赛中拉伤的脚 预计要休一个礼拜左右 那下二军 就是下方的二军去做休息 然后有拉上胡冠宇跟黄炳阳上来这样子 那勇为受伤其实对我们球队蛮伤的 虽然他现在有七次的失误 但是他开季他现在出在21场比赛 66个打数 有21只安打 打结率是0.318 那他也是战术完成率最好的球员 对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那我开季的资料累计到昨天是 而目前牺牲短打战术执行成功 最高的是岳振华的8次 再来是乐天桃园的马杰森的6次 然后还有勇为的6次 然后兄弟像杨祥和的5次 那第五名是我们状元只有了4次 那就等于说少了勇为的话 呃就真的只能强强制强攻了 就没有办法一直执行红种习惯的战术 就是曾子佑安打上雷 然后勇为作战术把打点机会让给3-4棒的摩英或王波龙 那手背当然也是很差 虽然他账面上有7次的失误 但有两次是被学弟冲坑 话虾没有接跟一个 呃 传球甩锅给他 寄了两次失误 是寄在他身上 不然我 不然其实他没有失误这么多次 也就少了如此有经验的选手 拉上来的胡冠宇 虽然之前在富邦汉将有一军的经验 那也是比起来就是少非常非常的多 那丙扬可不可以听起来 我们这些稍后周报都会讲到 都不希望选手受伤 就是希望他赶快调整好 啊身体健康没事这样子 再一个新闻是我们的年轻投手吴又成 在上上礼拜受伤之后下了二军调整 那采访的时候 呃 彭总时候媒体采访的时候有回答到说 就是确定腰不舒服 那这一上一周 呃 胡卢英的现在的这一周 就是已经准备要站立BP 然后预计后来再做一次的BP之后 会在二军安排复健赛 那就是也希望年轻人嘛 只要不是太大的伤 会恢复力很快的 那我们这周是有无偿比赛 分别是今明两天 5月7号5月8号在台东 面对富邦汉将 然后休息一天之后回到陈青湖主场 那对富邦汉将这场是我们首次进行台东主场 那也有我们球队有很多来自台东的成员 在官方YT也有做了一个小影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 杰西、胡冠宇、韦浩、黄群、宥晨、邱邦 然后那个龙王哥、王耀玲 这些都是台东子弟 那这些年轻的球员 能在自己家乡父老面前比赛 我相信都是非常感动的 再来就是周末回陈青湖主场的比赛 在5月12号礼拜六 我邀请一个开球的嘉宾 是高雄长根妇产科的住院医师弟弟 那他也是一个网红 那他一天也是母亲节 所以特别邀请他来担任开球的嘉宾 然后在这一周 陈青湖主场也有签名会的活动 在5月10号分别是昆昆跟欣灵 5月11是一粒跟Mingo 然后5月12号是一粒跟柔柔 那活动的详情还有指定任务 就是请参考官方的粉专 以及官方的消息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心血的串场音乐 好好听哦 我们进本周战报之前再听一下吧 那上一周我们总共打了五场比赛 有拿下了一胜 也让红总黎千胜又卖钱了一大步 真的是一大步 你们没有听错 一胜难求 那总共拿下一胜失败的成绩 那五场比赛第一场是礼拜二 4月30号在陈青湖主场面对统一失败 那场比赛是以10比2落败 那单场进场的球迷有福了 我们看到了林安可的两轰 那我们的部分呢有一些记录 这边有很多选手是一军生涯初登板 还有初先发的哦 像是严青鸿是一军初登板初先发 那陈志佳就是我们小英爱说的大家啦 是一军生涯初登场 那陈伟浩也是一军生涯初登板 那严青鸿在第一场比赛就打下了生涯的首安 陈伟浩也拿下了在一军的首次三阵 这是这一场的记录 那投手的部分啊 呃先发投手哈马辛 呃总共投了5局 用了92个球 被打了6只安打 然后投了两只坏球5k 那也是投手失误爆头 那被打了一发的拳雷打 那上来接手的杨打响也没有好好的稳住 也掉了1分 接下来是宝奇丢了1分之1局 然后炸掉了 失了3分都是折失分 然后也有出现一次爆头 那被那个林安可打了当场的 单场的第二只拳雷打 那上来的宇宏有成功把屁股擦干净哦 面对7个打者用了19个球 被打了 用了29个球 然后被打了两只安打 有一次的夺三阵 那成为要在第9局上来收尾 面对5个打席 那被打了两只安打 拿下1k有掉了1分的 自责分 那这场比赛也中断了哈马辛 中断连续6局数都有夺三阵的记录啦 那这场比赛的打线呢 嗯 真只有5个打数 然后两只安打 那呃 王布隆是4个打数 2只安打打下1分的打点 那 魔鹰4个打数 一只安打 呃 然后夜宝帝有上来 带打 打下1分的打点 那 我们也就只有这两分 那这场比赛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 青鸿他是生涯首发 在5局下打出首安 但是他出现了一个跑脸的失误 但非常值得夸奖 是他在后面的打击 面对统一式的投手 非常认真的缠斗的10球 这个真的是值得夸奖 我说实话啦 看星球队战绩这么差 我就是喜欢看这种任性 对啊 那杨达翔在 上来中继的时候 有发生了一次 非常离谱的被盗壘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看壘上的跑者 没有看二壘的跑者 人家就这样往三壘跑 那 张兆元好像也蛮傻眼的 对 也来不及传啊 因为 毫无 完全没有 我回去看再重播 你都会很生气 而且 会这么激动的原因是因为 杨达翔在我们阵中是有经验的投手 年纪也偏大 所以 这个失误 红总应该是很生气啦 然后 王波隆跟蓝英伦也发生了两次 外野回传球的失误 就 4月30才到这天好像约好这些学长一起炸裂这样 守备炸裂 那 大家除了知道我们总教练 红一中有一个技能叫跨栏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个特殊能力叫天变发动 就是突然给你 战况有变或者是有优势的时候 他会那个 下雨 那天有发生英语暂停的情况啦 但是这次被拐弃也是我们自己 因为到后面 原本前面 安打跟保送都出现了 蕾上都是有人的 然后打击的是王波隆 是非常有机会可以打下分数的 发动了天变之后后面就是出局如风 失误连连 那这场比赛我下一个结论的话就是 我很讨厌林安可 那再来是5月1号劳动节的比赛啊 这场比赛一样是对统医师 那我们也创下了对史有史以来 被打下最多分数的一场比赛啊 目前暂时以后有没有机会突破 我不知道 这场比赛最终的比数是17比6 17比6 不是二军哦 一军哦 一军哦 那这场比赛有几个值得讲的是 和黄扁阳生涯第一次先发 占二类手 因为三个场比赛归永为受伤 然后这场是江晨彦转队之后 第一次对上老东家 统医生润也论施 然后也是 柏龙连续5场次的安打 然后连续16场次上蕾 那黄杰西也在4局下打出生涯的 一军生涯的第一只安打 那曾子佑是生涯首次4只安打 是目前个人的新高 那吴明鸿是生涯第二次单场有3只安打 上次是2018年4月21 还在中信兄弟的时候 那投手的部分呢 嗯 先发的时候江晨彦面对老东家 投了四右三分之一局 用了78个球 被打了5只的安打 拿下4K没有4坏 掉了6分 只有一分的折尸分 但他自己也发生了一次失误 那这场比赛 上来接替的是 我们的福禄寿之一的许俊阳 投了三分之一局 那把蕾上的跑者 该送回来的也送回来 掉了三分 再来从药上来接手 一又三分之一局 到目前是 他拿了一次的三振 然后也是没有失分的 那杨达想投了 一又三分之二局 掉了7分 有6分的折尸分 那包含了一支全蕾打 然后 在陈俊阳上来投 一又三分之一局 也掉了一分 这样子 把比赛就维持在这个 很恐怖的分数 那这场比赛打击的部分 就是 好像又回到老镜头 面对萨诺斯的威压跟 他们的霸气 又留下了一支残蕾 虽然真子又打得非常的不错 是铁肢的状况 那第7局 第7局我们是有打下5分回来 那是靠着摩英 蓝英伦 吴明洪 叶宝帝 郭勇 郭勇 还有曾子佑的连续的上蕾推进 还有安打 那拿下了 一局拿下5分 那是其实 有那种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韧性跟那个气势 心里面不能输不服输 我们都 球迷都知道 但是你要拿出表现来 像这种一股作气 的那种感觉就很开心 然后 像 宝蒂啊 紫佑啊 这两个年轻的 也 也在那一局 有贡献 那身为一个从去年开始追比赛的人 觉得 会为他们感到更开心 那这场 黄杰西有发生了一个失误 那 落下了自责的男儿泪 那小叶在那边跟杰西说 杰西 不要哭 再努力就好了 我知道你哭是因为你在乎 然后这场比赛 我们的主战补守 吴明洪受到了一个头部触身球 就这样子退场了 然后后续也是 目前也在还在观察中 因为毕竟脑震荡这种东西不是 像你看热天桃园的林立到现在还在休养 就是 大家有看过棒球大列盟就知道这东西不能开玩笑 那也为吴明洪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他那场比赛是四之三的表现 然后有一分的打点 那最近他的打击手感是真的很不错 那在我们球队补守 比较欠缺的情况 有今天的补守比较欠缺的情况下 他是很重要的战力跟前辈 那这场比赛也创下了 中职历史前20场最低的胜率 每次打统医师心情都很差 在休兵一天到5月3号打对了卫全龙的三连战 那那场比赛我们以5比1取得胜利也中断了那时候的六连败 那刚才有提到新闻有提到四十千 睽違三年又233天拿下了先发胜头 那曾子佑在那场比赛是连续四场双安打 那持续在更新他的个人记录 那那场比赛的投手部分四十千 就是投得非常好投了五局用了86个球 只被打了四只安打拿下4K 那只有一次四十球失了一分 那许俊良上来的中继 这场比赛我这样讲好了 这场比赛上来的中继的三个刚好就是福禄寿三人组 那三个人感情很好 都没有十分 那久违的让雷公有机会可以上来投球 那只是因为是5比1 所以是没有那个救援成功的 那场比赛打击的部分啊 刚才有提过曾子佑 五个打数两只安打有一分的打点 那王伯龙三打数一安打有一分的打点 那郭勇为两打数一安打有 然后这场比赛的胜利打点是张兆远五个打数 一只安打有两分的打点 那场比赛真的是看得很爽 因为刚好是休假可以从头到尾看 然后又终止连败了 就好不容易你一场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啦 至少对上天空龙没有比对上赛诺斯还这么无力啦 说实话啦我们题外话一下 看自己球队跟现在的同一只打 你都会觉得说 我有拿到一分都是上天给的 看完下我们回到比赛 那再来就是隔天5月4号 也将对卫泉龙的第二战 那恭喜柏龙大王王成 终植生涯的第400场出赛 那这场比赛投手的表现 我们的大哥小也是贤人 现在球迷球迷间 我们还刚球迷俗称的问天贤哥 丢了六又三分之一局 用了91个球 只被打了五只安打 那有三次的三振 那有一次释坏 他掉了三分 那曲君娘用上来投 投了三分之一局是没有失分的 那拉王成丢了一又三分之一局 那也是没有失分 那我们的小也是贤人 就是中断了他连续九局无失分的记录 那最终也是用了 掉了这三分导致他吞下了败头 那跟各位说一样还是优质先发 天还是继续问 从陈金吴问到天母 那打击的部分呢 这场比赛真只又是熄火了 所以也终止他的那个 连续双安的记录 那夜宝地打第二棒 这是本季他第一次排在前面棒次 那打三个打数有选到一次的四坏 那有跑回来得一分 那母婴的部分是三打数两安打 那选到一只四坏 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有办法得分 大量得分很大一个点是 轮到摩英上来打的时候 王波隆这么高的上蕾率 这场就是刚好全部落赛了 四只零然后还被K了两次 没有选到保送 那上蕾率这么高的真只又跟王波隆 都没有办法在蕾上轮到摩英打的时候 也没有分数可以下 就算让他真的抗一只乳蛋出去好了 那也只有一分 那这场比赛还要夸奖手感 前一天很火烫的张兆元 3-1有两分的打点 那也是贡献的唯一一次的打点 那王波隆先发手一蕾 四只零被K了两次 希望他可以再加油 因为在守备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次的失误 那这场比赛魏全龙李凯威真的打得非常好 就是基本上我们这场比赛是输给李凯威 我只能这么说 再来是礼拜日的这场比赛 对魏全龙的第三战 这场就真的是被老学长好好的教训 是7-0被玩封 那张振宇也打出了他生涯的手 轰 超闷的耶 先讲投手的部分好了 像他投手陈伯金投了四二三分之二局不满五局 用了七十三个球 就被尻了七只安打包含张振宇的那支拳得打 然后投了两次的释坏 然后有一次的抱头一次的BB掉了五分 那上来接手的陈宇宏 投了一二三分之一掉了一分 那冲尾号黄群上来是没有再继续掉分数的 哎呦 这是黄群休息的两场 大家帮红总拍拍手 那也可以看到冲尾号从拉上 一军之后目前的使用率有慢慢的提高 就是希望就是这样子一二军流动 你准备好你就上来准备好就上来 上去你干净的一局给你你爆掉 或者是你拆弹失败 我们球迷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要看到年轻小英上来 当然你真的很紧急那场可能要可能会拿的下来 把黄群丢上去或者是浮路兽三个人上来 因为他们有经验嘛 心脏比较大科 比较好控制战局 那都没有关系 就不要那种落后一堆分数 还在那边浮路兽三人 就会 这会有点闷啦 那打击啊 这场比赛 叶宝弟打出了一支安打 那曾子佑手感回闻五支二 但发生了一次手背的失误 那先发的恶劣手黄炳羊 也发生了一次的手背失误 但是有一分的安打 一支的安打 那这场比赛很有趣是我们团队总共选到了五次的失误 分别是王伯隆的三次 杜嘉明的一次 还有黄炳羊的一次 那 嗯 就是想要看伯隆这样啦 你可能那天打击手感比较不好 或者是人家就是在闪你的时候 还可以用精确的选球上脸 让后面的魔鹰张造人有攻击 还有拿打点的机会 那魔鹰是五支林吞的3K 然后还有一支双沙打 所以 没有得分 就是 原因就是这样啊 中心打线 只要 王伯隆跟魔鹰 还有张造人 三个人熄火 你后段棒次 就算有上蕾 像蓝一伦这场是四支二度加明三支三 但就是 没有分数 那战报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再听一下好听的过场音乐啦 那总结一下啦 不管有没有打 不管有没有赢球 我就是 我个人就是想要看到 他们有点像去年二军 中间不是 二军赛季中间有在那边绕赛吗 然后也是一样分数打不下来啊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的上蕾绿蕾 可以再慢慢观察一下这一周的比赛 有没有慢慢拉人上来去 进行一些牛逢投手的轮替 那因为吴又成还在受伤修养的关系 那可 四支千目前这还留在一军中 那可能这一周还会有一场的先发出赛 可以观察看看 那稍后 稍后啊 就今天五月七号 稍后的在台东的比赛先发投手是哈马兴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总结 你都在烂泥巴里面了 你只要稍微再用一点力 站起来 走出去 你就离开烂泥巴了嘛 不要一直在烂泥巴里面打滚 台港雄英 加油 那二军的部分呢 投手我想特别讲一下 是我们第一次的 擴边选择 就是从热天桃园那边选来的 张喜凯 在那个 五月二号的时候 对热天桃园的比赛 上来终继了四局 那投了五十个球 有二十八个好球 只被打了三支安打 那一次的BB1K 那是没有失分的 那可以让他再看看 因为他毕竟是有先发敌的人 上来不只可以长中继 那如果真的真的 先发投手都有状况 他也可以上来卡卡看 对 就感觉他的投球 十一阵真的回来了 那孙毅生 从一开始就有听 某台记的朋友们 应该就知道 我从去年就 很喜欢这位选手 因为他是我们球队少见的 诱打的 有长打能力的外野手 在三支安战比赛 也打出了四支二 然后有一分的打点 那都是常打 那从一军下来跟 做轮替的那个 我们我们常说的 陈世佳 就是小阿佳 也打了三支二 然后拿下 单才拿下五分的打点 就等于说六分 有五分都是他打下来的 那在五米红受伤的 这段期间 他可能又要再上去报到一下 就是二军的部分 那想讲的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高雄人 但只要是台岗熊英的球迷 都希望我们不要放弃 就是好好的支持他们 那现在看来 因为战绩的关系 然后有一些受伤的关系 有慢慢拉二军的选手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选手上来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另外补充一个 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后援投手许昱明 在五月四号的比赛 也有上来救援 投了一局 那也是没有失分的 还丢了招牌的2K 感觉他状况有慢慢好起来 就是希望他可以在二军 多出赛几场 多观察看看 那看回主场 或者是下周 还有没有机会拉上来 开箱验货一下 看他对一军的战斗力是怎么样 好啦差不多了 上晚夜班真的很累 可以回家睡觉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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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玩